可口可樂與新加坡咖哩蒜辣蟹 最速配 光聞這個味道真的很開胃 跟可樂就是絕配啊 解辣的第一名是什麼知道嗎 可樂 所以牛奶耶 怎麼可以這麼置入呢 第二名才是可樂嘛 歡迎收看 Titan餐桌帶你飛 我是邱勇 可口可樂與什麼最速配 第二蛋來囉 這個感覺還不錯 這次第一波的這個活動 從7月18到7月23 主廚總共有6位嘛對不對 其他五位是誰 不是很重要 我今天帶來這道菜 新加坡咖哩蒜辣蟹 剛開始我們先來教大家 處理這個螃蟹 今天裡面的這個蟹黃 我們把它給留下來 肺腺都已經清除掉了 還有它屁股的地方都清除掉 我們就把它給剁開來 以此類推我們這邊旁邊也是一樣 那如果說你今天活的的話 會有機會買到活的嗎 應該也是有對不對 讓我想到我當學徒的時候 有一隻它掙脫開來 我沒有注意到 就因為抓的時候 拉起來它就夾在我的手上面 如果你不小心被螃蟹夾到手怎麼辦 請就這樣 放進去 泡水 等打雷 打雷是怎麼搞的事 不要甩它 它自然而然會放開來 我都要先敲入 敲不陰的好不好 你要敲哪裡啊 我們處理完以後 我們就來做下一個動作 處理好的螃蟹 我們現在把它給 放到鍋子裡面來 這時候沒有開火 你可以把它給攤平 你要加油 你可以幫我加油嗎 加油 我一定會努力把這道菜做好的 加進來之後米酒下來 這時候我們就把它給蓋起來 稍微等待一下 在做料理的過程中 來一瓶可樂是最好的 我只能說很爽 螃蟹大概兩分鐘左右 熟化之後 我們再來做下一個 調醬汁的動作 好的 像這個樣子 全部變成橘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下一個動作 來調醬汁囉 做這個咖哩的基本的底醬 薑進來 辣椒進來 朝天椒 蒜 番茄醬 好我們就把它給打勻 打勻之後我們簡單調味一下 一些些白胡椒 一些糖 直接咖哩粉我們就下來 如果說你想要讓咖哩的香氣 更加足一點 可以炒過 或是用油淋的方式 魚露也加進去了 我們就這樣子把它打一下 好 現在我們來可以炒我們的螃蟹啦 我們放上洋蔥 稍微爆香一下 就光聞這味道 真的 開味 跟可樂就是絕配啊 螃蟹下來 這個糕不要浪費 鮮味的來源 因為螃蟹已經差不多八九分熟了 這時候醬料就下來了 稍微拌炒一下 主要是這個醬汁你的基底打好 那讓這個螃蟹去吸附這個醬汁的味道 不錯喔 醋的味道 嘴巴都在 臉都在 算是辣比較居多啦 辣比較居多 好 然後最後 淡下來 我們就蓋個蓋子 燜個三十秒 起鍋啦 我們就盛盤了 那我們就來歡迎我們的主角 可可樂 哇 今天為什麼我要選擇這個 新加坡咖哩蒜辣蟹 來可可樂的搭配呢 主要是薑黃粉 負擔感會稍微重一些 所以我覺得配上可樂 真的是剛剛好 來幫大家試吃一下好不好 解辣的第一名是怎麼知道嗎 可樂 這牛奶耶 怎麼可以這麼置入呢 第二名才是可樂嘛 我最會喝可樂了 我們在聚會的時候都會喝酒 不太好對不對 所以在聚會 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可樂了好不好 你還可以開車回家喔 那個警察應該不會抓你喔 好 最後我們一樣 來跟大家講一下 可可樂與 新加坡咖哩蒜辣蟹 最速配 這句話把它記起來 其他的都不是正確的一個詞 7月25的12點開始 我們的貼文中就可以留言 剛剛我講的這句話 7月25到7月的29號下午6點截止 8月1號的時候中午12點 會進行電腦的抽獎 投到票數最高的那一個菜色 我們從那裡面隨機的挑出 就可以得到我們下面的限量商品 限量是殘酷的 在殘酷是外面買不到 所以記得喔 然後趕快來參加我們這個票選活動 那我們Titan 從餐桌嗎 那我們 改過太多次了啦 那我們Titan 餐桌代理杯 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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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